因為我們昨天的螢幕剛剛好不小心當機了 所以請各位嘉賓等一下就看你們手上的資料就好了 謝謝 下一段我們歡迎抗衰老應用銀髮族保健兩方的 哈曼整合醫學中心馬芳傑醫師 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歡迎他 主席 各位長官各位來賓大家好 好 今天很榮幸有機會跟大家分享我們這些年的經驗 希望在這短短的三十分鐘能夠給大家帶來實質上的利益 因為一般來說在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發現到周遭的老人 周遭的銀髮族 大家都在服藥 有的是用降三高的 有的是換關節 裝支架 做繞道 後 加上服藥 有的是洗腎 患腎 患肝 癌症 化療 化療 放療 之後 再加上服藥 其實我們大可不必走這些路 如果我們在這些老化病發生之前 做一些抗老化療法的預防保健 那麼我們就可以過另外一種截然不同高質的生活 如何做到這方面呢 我們就把預防保健放到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降低老化相關的動脈陰化形成 如關心病 高血壓 另外一個就是說 降低與老化相關的慢性病的形成 例如癌症 糖尿病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 2020年 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有關心病 也就是跟動脈硬化有關 三分之一的人的癌症 也是跟老化慢性病有關心 三分之一的人有糖尿病 再加上憂鬱症 所以如果我們把抗衰老的重點 放在預防動脈硬化的形成 以及慢性病的形成 無形中 幾乎所有老化病 都可以做某些程度的改善 那我們既然要抗老化 讓我們如何知道要抗老化呢 就是要找出老化的原因 根據研究 老化的原因有五種 第一個就是血液循環不良 毒素飛機 第二個就是自由基造成氧化 第三個是細胞功能降低 激素水平降低 然後就是基因的突變 根據中央研究院院士王維公 他研究發現 如果可以改善血液循環 大部分的病都可以被醫治 包括老化 我們也知道 血液循環跟血管的阻塞 有很密切的關係 隨著年齡的增長 我們吃的食物 如果壞的膽固症 老化脂肪酸 反式脂肪酸 過多 還有 自有機 還有毒素 它會在血管壁沉澱 血管內膜 它沉澱之後 造成血管內體細胞受傷 引起一系列的免疫反應 就形成了斑塊 斑塊 它就會阻塞血管 血液循環就會補量 如果斑塊的行程 持續擴大 惡化 斑塊上面的纖維帽 它破裂 清損 之後它會形成血管 那就會阻塞血流 如果阻塞的血管是在心臟 我們會發生心腳痛 心肌梗塞 心衰竭 或得觸食 如果阻塞的血管在腦部 我們會發生頭痛 或得中風 或得臼足促食 所以 如果我們知道說 我們的銀塔族 其實大部分的血管 都有某些程度的血管硬化 以及斑塊形成 那麼這樣子的話 我們可以做一些抗衰老的療法 消除血管上的 既有的斑塊 讓血管通暢 這樣就不會有猝死的悲劇發生 這些是可以預防的 另外一個預防癌症也是可以做到的 我們知道癌症形成的原因 在我教的文章上面有講到 其實 美國總統尼克森 在1970年開始 對癌症宣戰 經過了這40多年研究 發覺癌症的形成原因 跟細胞的缺氧 毒素的飛機 排毒系統的阻塞 電視場的汙染 以及各種情緒壓力 都有非常大的關係 當然 抽菸供染汙染 農藥拱毒 細菌感染 病毒 黴菌 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實驗室 我們發現到 如果癌細胞 它的生活環境 是起糖的 是厭氧的 是酸性的環境 又是低能的 如果我們個人 把身體的環境調節成 我們身體低糖 我們有高度的氧 我們有碱性的血液 我們有高能量 無形之中 癌症就不容易產生 或者轉移 或者蔓延 另外 就說癌症 它不是突發的 其實癌症 它的潛伏期 五年到十五年 在癌細胞 一千萬個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症狀的 直到癌細胞長到一公分 也就是說 它是十億個癌細胞的時候 才會變成健康發現 那有的甚至長到十公分 也就是癌細胞 是十一兆的時候 我們才會被發現 所以 我們如果可以 對癌細胞 形成的一些環境 還有一些有關的因素 加以遏止 那麼癌症是可以被預防的 至少在某些程度 它會被療癌的 那既然就是說 我們剛剛提到老化方面 我們可以用 降低血管硬化 動脈硬化 降低慢性病 形成方面著手 那麼我們如何知道說 我們身體到底是老化到什麼程度 在一般的西醫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血管年齡 激素年齡 神經年齡 骨齡 肌齡等 是有機的預測 依照它的數據 我們可以評估 它到底是在哪一個階段 可是在抗老化整合療法的診斷 它加了彩槽 它加了高分配顯微鏡 它加了醫用熱下量子共振 以及微循環以及脈診的檢查 如此它在功能性預估可以幫助我們 預防疾病 經過檢測之後 我們看到受測者 它的報告 我們可以把人群分作三類 雅醬鋼的 我們把它歸在預防保健的胃病防病 如果已經有心臟病 糖尿病 高血壓 我們就把它歸在乙病防病之類 如果已經是癌症 開刀 化療 放療 糖尿病 快驅 中風 我們就把它歸納在預後 防腹之類 讓我們保健的話 亞健康 未病防病 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說 我們必須要從飲食開始 根據美國醫師雜誌三月的報導 就是說 如果用植物為主的蔬食 讓它盡量的吃到它認為夠了 可是經過數個月的檢查 發現它的脂肪 它的膽固醇 它的體重 它的血糖 都有顯著了下降 而且這個報告 建議醫生 我們醫生 在看患者的時候 不要馬上建議他吃藥 開刀 而是叫他做一些飲食 運動 生活方式的改變 而且我們老化的人 特別要注意到就是說 吃的食物要新鮮 要天然 要完整 為什麼 剛剛毛教授已經講過了 我們自然界 它是有能量的 就是因為完整 天然 而且新鮮 所以它具有的能量是最高的 所謂能量 就是可以做工 等就是叫能量 而且 因為老年人 功能相對比較退化 所以必須要补充足夠的蛋白質 還有能量 另外 免疫系統方面 照血方面 抗癌方面 還有心血管方面 我們必須特別注意到 維生素D、K、B12、COQ10、鈣、鐵、C等方面的補充 另外就是說 我們最好運動在戶外 戶外它有陽光、空氣、它有磁場 運動通常一週的時候 我們運動三到四次 每次運動差不多三十分鐘到五十分鐘 最好是選擇平衡的、柔和的 譬如說太極拳、瑜伽、八段錦、內丹公、諸如此、梅門氣公等 另外就是說 我們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很重要的 我們要有兩毫的飲食習慣 要定時定量 如果我們吃晚餐 不得已是在六點半 那麼我們可以吃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的量 減少胰臟的負擔 甚至我們可以用 吃些水果、喝些菜湯、吃一些輕食來代替 另外就是說 睡眠是我們身體唯一修復的機會 它會讓我們身體的酸性轉成鹼性 所以我們必須睡眠要足夠 我們睡眠時間最好十點半就準備安眠 另外就是說 時間至少要八到六個鐘頭 不要超過八個鐘頭 除非太累不眠 也不要少於六個鐘頭 因為他們發現 小於六個小時 大於八個小時 腦都會脆化 身體的慢性病也會增加 另外就是說 我們也要因法主要勞逸結合 不要太緊張 也不要太輕鬆 另外就是說 把所有身體的情緒壓力 要慢慢學著釋放 因為壓力對我們身體的傷害 是跟我們開刀被燙傷被撞傷 是同樣的結果 另外還有就是說 我們要避免抽菸喝酒那些嗜好 還有就是說 特別注意藥養生保健 用中醫補充必須營養素為主 中醫方面大家不要急著吃中藥 其實中藥的強項是它本身的針 揪、揪、推拿、按摩 一些其他方面而不是吃藥 藥它本身屬於一個布質 經濟人體的吸收 它不見得會吸收 另外我們的藥是不是對症 因為中醫它有寒、熱、虛、食、陰、陽、表裡 你必須要吃對 不要亂吃 尤其是中醫原本的最高原則 就是平衡跟中藥 還有另外就是說 因為中藥它現在污染越來越嚴重 還有就是說它的來源是越來越稀少 請願大家用一些其他方式 來補我們身體的不足 如果說我們病人已經是心臟病、糖尿病、高血壓、癌症 我們除了我們的健康舒適 我們的健康生活方式 我們的運動、中醫以及維他命的保健之外 我們必須考慮到用整合醫學 有就是照顧物質、能量、訊息方面來補充身體 另外就是說 如果我們已經發展到癌症開刀、化療、放療 糖尿病、快驅、心臟病之下 那我們必須除了做整合醫學、飲食、運動、生活方式、養生保健之外 我們要注意到臨性療癒這一塊 根據前台大校長李士辰 他寫的書 難以置信科學家探訪信息場 第二本 第125頁提到病的起源 他發現到其實病的起源 已牽涉到一些因果業力 也就是說 佛教講的因果業力 我們過去生所做的一些 目前對我們現在身體的影響 那是也還要經過 談判、協商、功德為相 達到治病的效果 那我本身也有一些這些案例的經驗 讓發現到就是說 孝順父母的 有愛兄弟的 有愛心的病案 他改善的比較快 他得到的資源比較豐富 而且有比較多人的幫他忙 所謂擺善孝為先 希望大家在治病當中 也考慮到這一點 靈性的提升 那至於抗老化療法 他為什麼要牽涉到物質療法 能量療法跟性質療法 我們可以用車子來比喻 我們的物質、我們的肉體 就好比是車身需要保護 我們的能量系統 就好比是車子的電瓶 需要電能來維持 我們的訊息療法 也就是好像我們要照顧 車子的導航系統 要有正確的方向 所以身、心、靈是必須要統一的 缺一不可 可是它可以做某些程度的搭配 詳細講到物質方面 我們可以採用 必須按基酸、微量嚴肅、礦物質、電解質、酵素 一些中藥、西藥的草藥、臭藥 以及生物同類激素 來補充我們身體所缺乏的 因為每個人缺乏的不一樣 所以每個人的處方是不一樣的 而且因為每個人 他每天的血壓、心跳、血糖是不一樣的 所以有可能 每個人一陣子就要做一些調試 第二個就是能量療法 所謂能量療法 就是可以做工的療法 我們可以借助人器工 我們可以借助儀器 通常我們心都是借助儀器 我們可以用光、電、磁、音樂、聲音、針灸、雷射光、遠紅外線、熱療、火療 在我們身體的神經系統、經絡系統、耐維系統、生物電系統作用 幫助我們身體 另外 訊息療法 大部分是採用歐洲他們的方式 有用訊息轉移、微量電磁場、共振音樂、花精、 創傷情緒釋放以及靈性療癒 它都有不同程度的效果 至於現在在大陸、歐洲、日本流行的幹細胞療法 我們可以了解一下 因為幹細胞 它就像是我們要種植的種子 種子發芽它必須要充足的陽光、空氣、水以及保護的環境 陽光就是我們身體需要充沛的生物能 空氣就是我們身體要高、含兩量 水就是我們身體要順暢的血流跟經絡循環 我們的柵欄就是身體的無毒環境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準備充足的陽光、空氣、水、保護的環境 那麼幹細胞打進去會有好的效果 可是我們如果同時更慎重地選擇幹細胞的來源 它的使用途徑、它的劑量 無形之中會達到最好的效果 為什麼有些人他在幹細胞療法之後 到後來卻意外地長出腫瘤 在今年四月的兒科期刊裡頭 有講到一個腦部小腦有疾傳病的小孩子 他在重入腦胚胎幹細胞之後 過了幾一年發覺他長腦瘤 要確定腦瘤並不是他根本身的細胞長出來 而是打進去的幹細胞 也就是說小孩子先天的免疫就有問題 他先天的營養可能他的能量 都是不足 所以他有意外的結果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如果要用幹細胞療法 就必須先把身體排毒 把身體供給好的能量 才能夠有預期的效果 因為我們的患燈片沒有辦法作用 所以我只好把我們的病例用口述 我們有兩個病例跟大家分享 一個是抗老化消除動脈單塊的案例 那是一個78歲的將軍 他因為腦部缺氧的症狀來我們這裡 後來做超音波 發覺他右頸動脈和左頸動脈都有斑塊 右邊是1.2乘以0.2 左邊是2.9乘以0.3毫米大小 然後到血流速度 是因為他斑塊阻塞 血流量變低 所以他血流量 右邊是0.22 左邊是0.17 他單位是升每分鐘 那流速右邊是18 左邊是14 他單位是公分每秒 經過治療之後 他的斑塊完全不見 那因為斑塊的消失 他的血流量從0.17 0.22 提升到0.45 到0.595 他的速度從14 18都提升到22 另外我們在高分貝顯微鏡下面發現到 他血中的斑塊變小 他的血球分散 因為紅血球是用表面積帶氧 如果每個紅血球吞扇 無形之痛 他帶氧量增加 那當然血血徑循環好 細胞被覆會比較快 另外第二個案例 就是說我們一個76歲的女性 她是患大腸癌手術化療 她找到我們時候是因為她老年人沒有辦法承受一般的劑量 而且她毒性反應特強 所以我們給她做了一些補充一些調療療法 發現她的白血球本來在沒化療之前是8400 因化療降成三分之一 2800 那癌子數本來是4.7 化療之後變成2.6 有下降 那經過我們的條理 她的白血球迅速上升到4070 她的癌子數甚至更下降到原來的100 1.3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 那也是呼應了剛剛的毛博士講的 我們身體其實有治癒的能量 治癒的機會 如果我們給身體必須要的營養素 必須要的能量 正確的訊息 無心之中 她會照著好的方向去發展 讓她是在台大追蹤的 從2010年到2014年 現在追蹤到組織大夫很滿意 她的白血球細胞維持到3200到4000 她的癌子數維持到1.5到2.1 更意外的 我們有電腦的那片 可是沒辦法跟大家分享 就是她來的時候頭髮是枯白的 那經過治療之後 她頭髮慢慢由白轉灰 然後她的現在更是灰裡頭已經透黑 而且黑的顏色更深 範圍更廣 所以這是一個意外的驚喜 總結就是說 當今醫藥成本不斷上漲 老化人口逐年增加 健康保險次次日趨惡化 如果我們可以用抗老化療法 作為銀髮族的保健首相 那麼銀髮族健康人越多 工作年限延長 因為工作政府受衰 稅收會增加 因為健康 所以醫療支出會降低 保險次次縮小 因此人民健康就快樂 社會就會安定和諧 國家就更富強 希望大家都能夠靠持抗衰老方法 做保健的目標向前進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感謝 感謝我們馬醫師分享這麼棒的 白髮變黑髮 等一下私底下可以請教他 好 接下來 接下來